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不只是要教你数学而已 而且要陪大家 要教大家如何去教别人数学 所以有熊老师都会尽量的把每一种教学观念 要怎么想要怎么讲 才能够让学生从不懂变成懂 然后要怎么去练习 要用哪一些题目来去思考 这个所学过的知识 都把它教给大家 那在这一集里面呢 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这个多项式跟函数的关联 在国一上的时候 我们学了这个多项式 多项式就是有位置数 然后会有常数项 这样就两项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三项或四项 比如说别的位置数或者是有平方这样子 那2x加3是一个多项式 我们那个时候说x是一个位置数 x我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这个2x加3我也不会知道是多少 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多项式了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的东西 如果我一旦知道了x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值了 那这样子的算法呢 x如果是-3 2x加3是-6加3 也是-3 那这样子就是这个多项式来去求它的值 我已知x多项式求值 如果今天我不知道x是多少 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多项式它其实是-5 2x加3如果是-5的话 那x其实是-4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已经知道多项式的值回过头来求x 这个有等号的式子我们叫做方程式 那回过头来求x 叫做方程式求解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再这么说 就是说我今天x不知道是多少 2x加3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这个多项式我不知道是多少 可是我想要把它拿来用 那我又懒得总是写2x加3加5 这个多项式很长的 比如说这个x3次加2x平方-3x加1 那这样子很长嘛 或者是它要被拿去做更复杂的运算 所以我决定给它一个代号 y 那么这个y等于2x加3 但是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嘛 我希望我可以表达出 我就是要用y 我要用y的这个值来做些什么 那其实y是用x可以求出来的 我们在这个前面几张说明这张叫做斜结式 它可以把y表达成一个用x进行一番运算之后的结果嘛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特别的说 其实这个y啊它是可以用x算出来的呢 y是一个x的函数它是x加3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学的函数其实跟之前的多项式是有关联的 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最后说 函数求以致x求函数值就是多项式在求值 以致函数的值求x就是方程式在求结啦 这样可以吗 那所以说其实既然y它是一个用x运算的结果 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函数的值命名一个代号叫y的话 那么其他也是一条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其实它可以画在图上 来看这里 如果f of x是3 那f of x是3呢 那我就让它是y 把它命名为y 那么在一个由x轴跟y轴所过程的平面坐标上面 如果x是1的话 y是f of x是3 如果x是0的话 y是f of x是3 如果x是2的话 y是f of x是3 那不要再废话下去了 总而言之y一定是3 但是呢 就是说不管x是多少 经过一番运算 y就是3 这就像是我们上一集那个 你不管按什么按进拿到的都是八宝座 对不对 所以画在平面坐标轴上面 这个f of x等于3呢 我们让它的函数值等于y的话 画出来就是 所以我这里可以写y 那我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写这个f of x 这样就是说这个是x的值 这一纵轴表示函数的值 这样不管x是多少 它就是3 那这个f of x等于3叫做 常数函数 所谓常数就是12345 因为相对于x它们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吗 x在这个图形你上面它会一直变换嘛 x一变y就有可能会变嘛 所以呢相对于x是不知道是什么 y也是不知道是什么的 但是它的这个3 就是3 所以它是一个 常常 一个一直固定的 都是3的这样子的数字 所以一般的数字就叫做常数 包括负的嘛 所以f of x等于3就叫做常数函数 再来看这个 如果y会等于 f of x 它会等于2x加1 那这样子 这个多项式里面有一个x的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次多项式 那这个函数 f of x等于2x加1就叫做一次函数 可以吗 好 就叫做一次函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其实是2x加1 写率是2通过 x是0的时候 y是1 通过01这一点 它会画成这样子 对不对 y等于2x加1 或者说f of x等于2x加1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 x平方减x减1 那它有两次啦 对不对 x最高次是二次项嘛 所以这样子这个多项式 我们叫做二次多项式 所以这个函数我们叫做二次函数 那如果y等于它 我们画在这个平面上面的话呢 它是1 2的时候 可以吗 这条线可能会 大概会像这样子 那它是一条曲线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一次函数跟常数函数 它们画在一个平面桌标上面 都是一条直线 所以这两种函数 我们又把它称为是 线型函数 那也有人说它是线性函数 这个好像以前叫线性的 后来改叫线型函数 那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跟学生介绍 这个线型函数一次函数长数函数 避免它搞混 就用图来说明一下 那其实这个推论很简单 就是说线型函数有两种 一个是一次函数 一个是长数函数 其实如果认真一点的学生 这个就不太会错 很简单的来看看下面的这四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如果f of x 是ax 加 b 它是一个线型函数 其实呢ax 加 b 是一次函数 那a假如是0的话 如果a是0的话 那这一次是就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f of x 就只剩b而已 那它就会变成长数函数 所以如果写成f of x 等于ax 加 b 它要不然就是一次 要不然就是长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它就一定是线型函数 所以这么写 这么写 跟直接说f of x 是线型函数 这么写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一题它等于算是重复的讲 那我刚刚说如果a是0这个 如果f of x 是ax 加 b 如果a是0的话代表这一项会不见嘛 所以f of x 就会是一个长数 对不对 那如果b是0 b是0 如果a不是0而b是0 那就是比如说f of x 等于2x 那就还是一次啊 如果ab都是0呢 那就是f of x 等于 0 f of x 等于0 来画一下这个 y等于f of x 那会等于0 或者我们把重复就叫做f of x 也就是说不管当x是多少 f of x都固定是0 所以其实它 仍然是一条线型函数啦 它也是一个长数函数啦 那个长数就是0 这样子 所以来看下面的问题啦 大家到了国二开始就会学这个中国历史 那中国历史渊源流长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到底有没有五千年呢 那有一说啦 就是有五千年 我们以前都学五千年 但是后来就有不少的学者 开始说中国文化其实只有两千多年或三千多年 尤其是这个越宠恨中国的学者 越喜欢把它讲得很短 那其实以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说 或者说历史学上的定义啦 我们要说文化或者说历史的话 它要有这个 文化要从有文字开始嘛 那假如要说历史的话 它必须要有明确可考的 明确可考的这个 时间点跟事件 朝代 那相对于明确可考的 比如说什么明确可考 就是说唐太宗 唐太宗西元起年 这个在位开始 然后征官之治嘛 对不对 相对于明确可考的 就是有这个不明确不可考的 那 我们称为神王时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历史上的这个皇帝搞不好 没有那些人 搞不好没有那个人 比如说这个神龙士 神龙士教大家种田嘛 这个碎人士钻木取火 有朝士教大家住在这个洞里 那我们可以相信真的应该有一个人教大家种田 那可能不是一个人 可能各地都有人在教人家种田 所以事实上有没有神龙士这个人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他发现了可以种田 教大家种田 那是不是就是他长百草的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跟皇帝发起战争 炎黄之战的那个人 那个人呢 很有可能是不是的 更不用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代 像另外一个神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皇帝 那这些人呢 其实他是这个神话转 神话去转出人格 神话转成人间的王 其实我们只是说想象或者说我们合理推估 应该有一个人领导过中华民族 应该有一个人教大家发明指南车 应该有一个人曾经统治过这块土地 那的确会有 可是他没有留下历史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后面的人就想象说 这个人这个人就叫做皇帝 我们还帮皇帝发明了一长串他的这个子孙列表 皇帝升少号 少号又升谁又升谁 一直一直不断升下去 最后就这个升到了这个下朝 升到瑶之类的 瑶不是他生的 那anyway 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其实是不可考的 像我刚才讲到这个少号 也是不可考的 应该是没有这个等的 那但是我们从想象中呢 因为我们总不可能从石头蹦出来 所以我们就帮自己安排一个 好久好久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个英明的君主 统一了我们这个中华地区 那从他开始安排普系 这样子的时代叫做神王时代 那 比较这个 比较正式的历史都不把神王时代算在历史里面 那我们所谓这个中华民族5000年 其实是从皇帝起算 也就是说这部分其实是不能算的 那要根据可考的历史至少要从 有人认为甲骨文 如果你以文化的角度来说 甲骨文或许可以算是文化 但是如果你要以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这个 甲骨文呢 他有一些被认为是可信的 但是有一些他只有记载世界没有年代 或者有一些也被认为是 他是在描述故事罢了 就是描述他听过的故事 所以甲骨文他的这个时间点是可信的 但是他里面写的事情不见得都可信 所以如果以这个商朝的中期 甚至晚期开始起算的话 那中华民族可能只有 你要说的话可能是3000年的历史 就是在我们都知道这个 你们还不知道 如果是读到国二一开始学中国史 就会知道商朝不断迁都 在他们迁都迁都到后面的时期 会保留下比较多的这个甲骨文文献 其他的都遗失掉 所以后期的历史比较可信 前期的历史就比较不可信 所以包括这个商朝的始祖 或者是那个我们都知道 唐瑶渝顺 包括这个瑶 散让政治的瑶 踩住后翼一支箭的这个瑶 还有包括他后面的这个顺 很贤民的顺 瑶散让给顺 顺散让给大禹 大禹开创了下场 那一般都认为这些是不可信的历史 它都是传说 那是不是有那些事情发生 不完全无可能 可是就算有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间点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神亡时期 也就是他是从神话演变成历史的 那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神话会被卫装成是真实的历史 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会被卫装成神话 那尤其在这个以前 就是资讯不发达的时代 每个国家的领导者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神话 那要去丑化敌人嘛 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 或者是他们口耳相传的一些事件 为了要方便记忆会把它以故事的形式来去描述 所以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后裔射下了九个太阳 其实是当时的中国在黄河流域嘛 那有一个山东半岛 山东半岛 那在在黄河 那在山东半岛这附近沿海一带呢 因为他们看 他们很容易看到那个太阳升起 日出 所以呢他们会以太阳为图腾 那以太阳为图腾的民族呢 就有好多个 那可能后裔这个民族 那这个后来被称为夷的这个民族 他们的专长是弓箭 所以他们的图腾可能是弓 那所以你看夷这个字里面就有一个弓 那夷这个民族呢 他们的首领可能固定就叫后裔 甚至可能这个民族就叫做后裔 那所以后裔可能不是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民族 或者是这个民族的首领 就好像中国的首领叫做皇帝这样子 那他这个民族呢 他曾经壮大起来之后把很多的以太阳为图腾的小部落给消灭掉 就像台湾的原住民有的时候也会互相的战争 那他消灭了许多以太阳为部落的民族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原本的后裔灭掉九个太阳 后裔设置的故事的源头 也就是说但不见得一定就是这样啦 但是就是说事实上有一些神话 他可能是发生了某一个历史事件 被以神话的方式来描述 好方便后面的人去记忆他 那这种情形其实是蛮常见的 在世界各地都有 那在这里讲一下附带一题 如果在台湾你想要去看日出的话 请到东部去 那个住在西部比如说桃园啊 比如说这个新竹台南的人 有一天决定我一定要起一大早 我一定要看到日出 所以就早上这个四五点起来 我赶快跑去海边 哎奇怪 怎么都没有日出呢 今天天气不好 就回头一看 太阳已经在后面了 看不到 你一定要去东边才看得到 西边的海边是看不到日出的 好 回来看我们刚才的问题 这个 如果 f2会等于f4会等于3 你真的要 那像这种问题怎么去解 怎么去处理 其实就是我们以第二题为例 先看第二题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嘛 题目有提示你哦 f2x2x加b嘛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啊 f1是3 也就是说这个 x用1带进去 a加b4 它的值y是3嘛 对不对 函数值y是3 然后2a x用2带进去 2a加b 4-5 连力求决a跟b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减这一个 所以你会得到a4-8 a4-8的话 b是11哦 对 所以fx4-8x加11 那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题哦 如果f2等于f4等于3 你这个要解也可以 2x来写写看吧 然后4带进去 4x加b 更正不是x x已经用4带进去 用2和4带进去 所以是2a加b等于3 4a加b等于3 哎呦 那么奇怪 对不对 没关系照算哦 他减他 你会得到2a等于0 a是0 然后没有算错 b是3吗 讲没有算错 但是我写错了 a是0然后b是3 那所以这个fx它其实就是0x加3 所以它fx其实是3 那我们回来看刚才这个做图的时候呢 如果今天它是一个线性函数 那它如果是一个一次函数的话 你会发现x x变动y就会变动 x这个这条线它的写率是正的 所以x增加y是增加的 如果比如说y等于-x-2的话 那它的图形应该是这样子 那你就会发现x增加的时候 y会减少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有两个x同时对到同一个y呢 就一定是 它一定得是 因为两个点决定一条直线嘛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x会对到同一个y 那这一条多项是这个函数就一定是y等于常数 它就是常数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会看到f of 2等于f of 4 你就要知道其实它是常数函数 而这个常数就是3 所以f of x就是3 可以吗 看一下这个 f of 3会的话会是4 f of 4的话会是3 所以这个f of x是什么 对调 是对调 不是对调啦 就真的去解啦 来 所以x用3带进去 那3a加b是f of x是4 然后4a加b的话是3 所以它减它a等于 a等于-1 然后b会等于7 所以f of x其实是-x加7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对调 不是就是对调吗 没有啊就是负也不是加7 一点都不起特 像下面这个也是 这个如果f of x是 f of 2的话是2分之1 3的话是3分之1 那f of x 我想想我想想 如果x的话就把它放到分母 所以是不是可以写这个呢 那我要说如果题目就只有这一条 f of x f of 2是2分之1 f of 3是3分之1 那问你f of x可能是多少 你回答x分之1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题目有已经讲了 它是一个现行函数 它是x加b 或者说它是现行函数 所以x分之1不是现行函数 它不是常数多像 x分之1不是常数多像4 也不是一次多像4 所以这个答案不能用 可以吗 那到底是什么 一样带进去 所以1分之1a会等于 跟正合 x用2带进去 2a加b是1分之1 3a加b是1分之3 这一试减这一试 第二试减第一试 a等于1分之1-1分之1-1分之1 a4-1分之1带进去的话 这个是-1分之1加b是2分之1 所以它是-1分之1 所以f of x其实是-1分之1x加5分之1 -1分之1x加6分之1 可以吗 所以就是要去解 不能 那这么看没有错 但是不是说没有错 这么看你找到的这一个 它的确用这两个带进来都会成立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线型函数 到高中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函数或多项式有许多种 那不同次的话 你要去确认它到底是哪一个 你的条件要更多 好 很快的看一下上一次的作业 如果f of x是x的绝对值 那么x等于-2的时候 y就是-2的绝对值是2 如果y是5的话代表f of x是绝对值 x是5 所以x其实要回答的是 正5或-5 我们写正-5 但是要记住正-5不是一个数字 正-5不是一种符号 它其实是代表两个数字 那y如果是-3的话 代表绝对值x其实是-3 那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x不存在 不存在 我们国中没有深入去探讨它 但是其实呢 一个函数它可以限定我的x 在某一个固定范围内才能用 超过这个范围的不能用 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去说 这个函数的值一定会落在某一个区域 超过这个区域的不会是它的值 去经过推论 也就是说当y 它是x的函数是绝对值x的时候 那么这个函数的值 就是这个y的值一定会大于等于0 不会是-5 可以吗 然后 来看下面这个 那我们刚刚就练习过了 y等于f of x 如果是4的话 x是2的时候 y是4 x是-5的时候 y的然是4 那请问如果y是3的时候呢 你看 就是我刚刚说的 y已经注定要是4了 那请问y是3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个x可以让它变成3 那这样子这个x就不存在 不存在 可以吗 那这个是作业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写作业呢 我跟我的学生聊天的时候 他说 他都没有耐心看完我们的影片 所以他都没有发现后面有作业 好 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